数字配饰较长 接着上一节 这里的小花纹编八个方法都是一样的 转另一个方向编正中间的花纹 固定好 紫红色线穿上金珠 做让线红包的做轴线边写卷结 左一做要线 左二做轴线边五个卷头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轴线边要线红色线做轴线边写卷结 另一条橘色线也做绕线边写卷结 右边的边法也是一样的 中间两线边又写卷结 中间两线边又写卷结 平日死站 大一样的 中间两线边写卷结 球准备 中间两线边写卷结 到赵之前就有线边写卷结 平日与卷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按着另一端的编法编完这边的 两边的都编好了 固定一下 右一座轴线其他的三线做二线依次编写卷截 再编七个雀头结 再编七个雀头结 谢谢 把轴线让回来换药线编写卷截固定 把绕线穿到背面 这一座轴线 这一座轴线 把轴线也穿到背面压珠子进去 然后把所有的线头剪去稍粘好 就编好了另一边的编法也是一样的 注意一下左右之分就可以了 最后用胶粘上固定在梳子上 这花边可以做手链也可以做戒指 手艺人实属不易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一键三连 谢谢 下期再见